大家好朋友们 2022年3月25号礼拜五了 早晨7点29分啊 这又有一位粉丝给我来了电子邮件啊 观众观众啊 良师益友 他说你好叔叔 我也是一个在南美的北京孩子 在南美洲的啊 他说叔叔好 我也不知道该叫您大的 还是叔叔 暂且叫叔叔吧 叫什么都没关系啊 咱们在这个江湖上混 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啊 是吧 肩膀骑为兄弟 是吧 您叫我大哥 我更高兴 我经常看您的节目 累了我就看 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这个有催眠的作用啊 说充满正义感的啊 充满正义感的 哎呦 这么说 我很高兴啊 充满正义感的北京话 常常把我又带回了北京的小时候的我 那种鸟语花香 那个时候晴空万里 煎饼 鱼 烤白薯的味道 充斥着整条胡同 让我感到家的温馨 我想和您说一声 我的人生感悟 您有时间 可以看吗 如果有 我就写 如果没有 我就将它藏在我心里 有 没问题 你写吧 写完了 我会看啊 如果您不反对 我读出来 跟这个全世界的良师义友们 世界各地的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 大家共同来 呃 咱们来分享啊 然后咱们来 这个评论 咱们七嘴八舌 是吧 让大家伙都把我这儿 我这个频道 当成大家的一个心灵的驿站 一个歇脚的地儿 是吧 一个喝茶的地儿 一个聊天的地儿 一个放松的地儿 一个轻松的地儿 是吧 一个愉快的玩耍的地儿 好吧 啊 你看您说的 我都非常感动 您说啊 我这个充满正义感的北京话 常常把您又带回了北京的小时候的您 鸟语花香啊 那个时候晴空万里 煎饼与烤白薯的味道 充斥着整条的胡同 让我感到家的温馨 抱歉抱歉 最近我们这一直在下雨 三周了啊 也挺冷的 啊 今天我这个情绪比较正常了 昨天我就是您说这个段的时候 说煎饼烤白薯 这个味道充斥着整个胡同 说您小的时候在北京晴空万里 应该是您没说的太详细 用我的话说 那会儿没有雾霾 是吧 天上过大雁 那个雁镇 有鸽子 你像我哥就养鸽子 我哥养鸽子养鸟 现在我哥跑到北京郊区养马 最多的时候养九匹马 是吧 完了之后这个 养这个兔 鸡鸭鹅兔 养狗 是吧 特别好啊 当然城里边是不行了 是吧 确实环境污染啊 各方面的 啊 我前 啊 我最后一次从北京回西班牙巴塞罗那 是19年的10月份我回来的 离现在才两年多 是吧 这个 然后18年19年 我回北京四趟 是吧 然后 所以我对北京还是那那种熟悉的感觉还是没有远去到没有陌生啊 昨天我就看到您这个了啊 昨天比较晚了我就睡了啊 昨天呢 我情绪有点看到您那文字的时候眼泪都流下来了啊 今天我的情绪比较的平缓平复平静了啊 昨天我看到您这些文字啊 煎饼和烤白薯的味道充斥着整个活动 真的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啊 我希望您写写下来 然后咱们大家分享是吧 一块来产生共鸣是吧 大家伙是吧 聊一聊啊 这个感觉非常好 其实我特别享受一个是大家的来信 一个是大家的留言 我也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真的